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欢迎收睇到东张西望 今天有一个消息 大家听完一定拍烂首长 4月11日开始 可以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 晚絲堂食可以到十點 接著每台上行四個人 部分康文署場地重開, 可以打一波 我最開心的是戲院重開 部分場次只要打齊三針 還可以吃泡谷、喝汽水 我簡直聞到泡谷的香味 很有畫面, 可以開派對 不過以下這群不足之客 都在別人家開派對 今天終於被人騷牆 成群結隊在花槽遊花園 在窗外違反限罪 前日我們報道過 藍醜屋苑美孚新村 經驗老鼠垃圾屋 幾十隻老鼠不只在屋外走來走去 還幾何式繁殖 入侵不同住戶, 大家寢食難安 就算搭旁風窗, 堵塞那規 放置藥利, 都難以徹底度絕 報道播出後, 引來廣泛關注 今天還有突破性發展 政府各部門準備破門入屋 彌補之前行動的不足 我最初也有信心 管業署搭行之後 就可以解決不讓老鼠走出來的問題 但誰知昨天, 即是13日早上 我女兒就發現還有老鼠在棚裡爬來爬去 另外又咬穿了網 下午就知匯管業署 她就派了三個工友來做家庫工程 可以說是補救 食環署成功向法庭申請入屋令 今天下午就破門入屋 進行滅屬大行動 管業署也安排了師傅 在今天上午開始陸續拆棚 最擔心是如果業主反對 他今天突然出現 就阻止衛生署的 職員 職員入屋 之前樓下的信箱堆滿了信 昨天晚上看到信箱的信就清理了 根據其他街坊所說 九尾路面的業主應該昨晚回來 我們也看到單位外面的牆身 突然多了一些英文大字報 叫其他人不要擅自闖入 到了下午兩點 各單位的職員來到大廈 運送大量物資上樓 警察也有帶盾牌到場 預備應對衝突 現在兩點三左右 看到食環署的人員 已經陸陸續續在單位外面 放了一些木板和一些膠板 以防老鼠一開門就會走出來 老鼠屋門外擺放的物資有滅鼠藥 老鼠籠還準備回鼠做尼觸老鼠 工作人員穿上保護衣、水鞋 頭戴N95口罩 手就戴兩層手套做好萬全的準備 這個時候工作人員開始拆射門外的違反 同時鎖匠也隨即到場 準備破門入屋 清招老鼠家族 同一時間我們聯絡上不肯現身面對的 老鼠屋業主陳小姐 她堅稱老鼠不是來自她的單位 我工人開了木門 而是那個房間門因為是新莊 新莊就不能關掉 老鼠就走進我屋 嗯 他們想因為我後來關門 他們想我在窗裡走 變成那些人就影響了 昨天我也要回去 我把他們給我一塊老鼠板 我自己的老鼠板進去是沒有老鼠的 沒有貼到老鼠的 所以我想你們跟我說 保羅山那個老鼠板做證據的 我要看門口而已 一進門口就… 因為昨天我進去 我一夜都不知道為甚麼 拍不到 我沒有…為甚麼沒有 沒有老鼠 我只是說沒有貼到老鼠 你擺了多久?老鼠板 擺了一整個禮拜 過幾禮拜 你是一個禮拜前有回來的 有回來 然後昨天再回來看就沒有 我們也有跟樓下開房間說 我有WhatsApp給他們 還有其他母夫的居民 我也有WhatsApp 因為他們已經距離找我 然後我就叫他們跟管理處說 他們也說WhatsApp了給管理處 大約兩點半 行動正式開始 鎖像出動 用了十分鐘才打開門鎖 全副武裝的食環署人員 帶齊裝備入屋 關門滅鼠 行動期間 屋內、屋外一片直靜 究竟內裡老鼠大撲殺進行成怎樣 大家都很想知道 一直等到下午4點 食環署的人員似乎完成任務 走出單位 但不見帶走任何老鼠屍體 消息說單位裡有多隻老鼠層屍屋內 而清早行動今天只是開始 接下來還會繼續行動 將鼠患清零 昨天有一位58歲的男士 去投考救生員 誰知在泳池模擬救人時 自己反而預歷 還停了默搏和心跳 幸好最後心外壓搶救成功 有驚無險 我相信那裡也有些有排救生員 都安全的 想著救人變成被人救 是有點諷刺 不過幸好人沒有事 所以我們凡事都要兩力而為 而且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 最重要是想辦法保持好腹筋 不少香港人 都會服用形形色色的補充劑 例如益生菌、維他命、天然鈣 近年還多了一種就是NMN 有沒有聽過NMN? 是甚麼?不知道 沒有 我也不知道是甚麼 是嗎?得個腸胃好 其實它是防止你的細胞 老化 即是衰退 大家對NMN似乎都是一知半解 要認識NMN 首先要知道甚麼是NAD Plus 他們都是身體天然存在的分子 兩者就像媽生兄弟一樣 可以互相轉化 NAD Plus 它有一個名字叫做腐梅1 腐梅1的意思就是 輔助我們身體內的所有生物反應 所以如果缺少做NAD Plus的話 我們身體內很多化學反應都會得不到足夠的支持 我們身體很多機能都做不到 隨著我們的年紀增長 我們NAD Plus的消耗會不斷增加 但我們身體產生NAD Plus的能力就會下降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想保持體內NAD水平 就需要額外去補充 而NMN就是NAD Plus最直接的補充劑 現時製造NMN的方法有化學合成 半化學合成和生物煤髮三種方法 帶領團隊在香港從事生物科技 超過20年的黃俊教授 就認為生物煤髮比較安全 不會有雜質和化學殘留 長期服用都不怕影響健康 新的生物煤髮有甚麼好處 整個工藝都是防生好工藝 用的煤來防造我們身體內 生產NMN的過程 來生產 這些物質 簡單來說 仿生學技術是甚麼呢 我們在一個精準控制的環境裡 去仿造我們生物生產NMN的過程 這個好處就是 它不會適合任何有害有毒的物質 而它所生產需要的原料 它亦是我們生物體內原本有的物質 即是它的副產品或有害物質會減少 所以用生物煤髮產生的NMN 比起其他合成法都有不同之處 說出來的NMN的純度非常高 達到99.99% 裡面沒有甚麼對我的身體不好的東西 沒有綠毒素 沒有綠毒素 沒有重金屬 有些綠毒素 你的製造工藝 是非常環保 是綠色的 NMN存在於不同食物 像西蘭花、椰菜花、牛油果之中 不過要吸收足夠的NMN 不少忙碌的都市人 都會透過網購平台 選擇生物製造的 高純度NMN補充劑 想提升身體機能改善體質 除了可以考慮服用補充劑 當然也要有均衡飲食和足夠運動 回來東張西網 消委會最近在三間網上超市格價 發現很多貨品在三月份的價錢 比一月份還升了8.3% 升幅最大的是包裝蛋糕、米和雞蛋 我家裡有很多包裝蛋糕 不知道我有沒有買到貴 不過說到這個價錢 如果消委會說同一個貨品 在不同超市可以有很大差異 如果懂得在最便宜的那裡買 隨時便宜15% 所以說做一個精明的主婦 真是一點都不容易 更何況很多東西我們自己控制不了 不少人附身的夢想 都是希望可以買樓上車 所以大家都很努力地做事 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做到業主 不過就算是買到樓 也要留意… 留意什麼?是他 你單位外面在走廊的水料房 因為一旦出事… 分分鐘要賠一百萬 這就是一百萬是我層樓的首期 如果你真的要我,全數是我負責 其實說我真的是這層樓 我就會賣的 二十多歲的何小姐 兩年半前千辛萬苦 籌足首期之業 以近千萬一手買入 啟德發展區這個單位 以為可以安居樂業 誰知道上個月 就發生一件以為不關他事的小事 但竟然演變成一件 令他憂心、痛心、又激心的大事 3月19日的時候,那天星期六 我們大概三點半的時候 剛好有朋友上來 就看到家門口… 我單位正門口有一堂水 31分,在一分鐘 我已經馬上聯絡了管理處 就叫他有水浸 他們大概五分鐘到達 但一開始上來的時候 因為發現是水標房那邊流水 但又沒有水標房鎖匙 因為水標房是鎖了的 他們又要找人拿水標房鎖匙 只是拿了水標房鎖匙 和兩把掃把,兩個人這樣 就在那裡掃水 到三點八九的時候 我們曾經都有問過 要不要先關掉水制 因為發現水已經滲入我單位 因為水標房就在我單位正對面 我們也有問要不要關掉水制 但當時他們真的無視了我們 到了大概四點鐘的時候 他們相隔我們發現流水 半個小時左右 然後他們才關掉水制 一開始他們都跟我說 你們下次遇到這樣的事情 關門,不用理會 讓我們去處理就可以了 以為小事一中,管理處搞定就可以了 誰知道一會兒又有電話 到了一個小時後,大概五點 管理處有另一個人聯絡我 他跟我說 不是,那條水管 原來是屬於你們的單位 所以我們不會找師傅做 你去自己找師傅 錯維業主不知道那麼多 於是他將來就給了一千元 請了師傅 找管理處開水標房維修 一看才發現 但它斷了牙 即是…這個牙斷了 這個牙斷了,你不行 入伙兩年 水標房平時又沒有人進去 水管配件怎會無端端斷了 還搞到漏水? 跟造工有沒有關係呢? 你的牙差很遠 即是… 即是… 你看,你看,牙腳這麼小 平衡位相差得很遠 的確,喉管撤破位一告一遞 是不是這樣就形成拉力 導致爆喉漏水? 就不得而知了 何小姐以為弄就算 破小財擋小災 誰不知大難已經臨頭 事隔了三、四天之後 管理處有另一個負責人 打電話過來 他跟我說 因為你們的水管是你們的單位 那次水浸浸了一輛升降機 所以升降機那邊的維修費 就要你們那邊負責 到時候我連壞了升降機 我都不知道 我的單位是對正水錶房門的 但水錶房門 你見到這裡是完全開不了的 是要他們才開得到的 當時人們上來之後 就拿著兩把掃把 一人一把就在那邊掃… 就掃向那邊 那邊的後樓梯流下去 一直掃向 不知道為甚麼 這台升降機是近我們 但不知道為甚麼 這台升降機是沒有壞的 沒有事的 然後就不知道為甚麼 壞的是這台升降機 種種兒團未解決 只知道管理處職員 說要他付起添加維修費用 原來去年我們也有浸 爆過一次鹹水管 那次就掃了九十多萬 再之前的話 有一次黑魚浸過低座的升降機 那一架就掃了百多萬 我才知道原來他就跟我說 六、七位數字跑不掉 說是一百萬的一件事 其實我真的自己也沒想過 我本身以為是幾千元幾萬元的事 這是說一百萬是我層樓的首期 對於我來說,我真的給不到反應 真是滾一聲晴天霹靂 說他那條水管漏水 浸外部升降機要負責 那斷列漏水的位置 是否真的屬於單位小業主擁有呢 面對著這麼多問題 我們就請了專業的水喉長 現場上來看看情況 麻煩你,水錶這個位置漏水 都是會出信給這個業務 如果在這裏之前的差位漏水 就會出信給大廈的 就是屬於公家的 過了水錶之後也屬於私人的 如果漏水也是私人,要負責去修製 公家就不會跟他修製 其實我爛的位置屬於標前、水制後 標前的意思是其實還沒過過水錶 其實是連水費都還沒計算的 但水制後的意思 是真的我那條水管關水制的位置 所以其實也有一個很乞的位置 就是我剛好去爆那個位置 所以這是一個很爭議的地方 我們翻查水務處的網頁 顯示接駁到單一住戶的水管 都屬於住戶管有 大廈公契都寫明 無論大廈設施是否位於單位內 業主應將它們處於良好狀態 自費進行維護 看似難逃責任 但何小姐認為是管理處職員 沒有及時打開水錶防山水制 才搞出這麼大件事 但她想找證據也遇上困難 這裏是有個CCTV的 但是管理處聲稱 CCTV是拍不到水錶防這個位置 所以不知道何時開水錶防門 不能給我們一個時間線 更令她憤怒的是 她當天三點半發現走廊有水 但事後有鄰居跟她說 流水情況中午已經開始 那天三月十九日 大概下午1點半左右 出門的時候發現了 水錶防已經開始流水出來了 水還未滲到單位 所以還在走廊上 我已經在1點半的時候 已經到管理處 跟管理處的職員說 我流水了 你們來處理一下 之後我就出去了 1點半至4點這段時間 你們又做了些甚麼 為何不生水制 為何不管理流水的情況 一來, 懷疑管理處疏忽導致事件 二來, 水管突然斷裂 原因也耐人尋味 最主要是有一個配件爛了 就是這個台面 斷了出來 看到水射出來 就影響到流在地上 而且剛才它比較住在高層 就是天面那幾層 就有經過加壓鼓 射出來的水壓是比較大 有人刻意撞到它 才會有機會, 無緣無故流水 如果不是平時 最多只是滴一下滴一下 不會斷就斷 何小姐的遭遇 引起網民強烈關注 有人認為出事的喉管 由管理處鎖住 所以管理處亦要負責任 但有更多網民質疑 大廈管理處的處理方式 採訪當日 我們遇到當日幫何小姐 處理流水問題的 高級客戶服務助理 不知道她又有甚麼回應呢? 你等等我, 要是我正在工作 不好意思 這個水標房如果要打開的話 其實是要通知管理處 然後管理處再通知工程部 然後才可以開到水標房 不是我們說開就可以開的一件事 你叫我去負責保養管理 其實我覺得我也很難 管理, 平時你在管理 建立也是你建立的 壞了就是我負責的 我覺得對於小業戶來說, 公平嗎? 賠多少還未知 我們去信屋苑管理處查詢 回覆說 個案已交付保險公司 及獨立公證行跟進 現階段未能提供有關記錄或資料 至於有關職員 在約30分鐘後才關閉水制 以及需要由業主負責 一百萬元升降機維修費用等 以他們的紀錄並非事實地說 不量賠償金額有多大 但事實是小業主對喉管 沒有實質管理權和控制權 這個可否構成抗辯理由呢? 室外的, 尤其是喉管的部分 就是上了鎖的 亦都在另外一個房間裏面 這個真的有得爭拗 不過一般來說 如果是上鎖的鎖匙持有人 如果是屬於管理處的 很明顯管理處就有一個 控制權和管理權 現在一個問題出現 究竟業主無論賠多少 他需不需要負責 正正要看看在整個過程當中 業主有沒有過失 有沒有失誤 但我看這個個案來講 業主沒有過失, 亦沒有失誤 為甚麼呢? 當他發現漏水的情況出現時 他已經即時通知管理處 所以這次這個損失 某程下, 管理處的那些人手 可能經驗不足 可能失誤的問題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拖延了半小時的損失 未必是屬於業主所造成的 但事件一日未結束 何小姐一日都寢食難安 最擔心當然就是 你要我負責 所以我也很質疑 其實是真的應該我要負責嗎? 就算你要我負一成 或者兩成、五成 也在說是十萬、二十萬的事 我又負責得起嗎? 我只是二十多歲的打工仔 你之前沒有賣家具簿 現在又沒有賣飯? 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上個星期立刻去賣 真的見過鬼怕黑 立刻去賣掉了 明天開始放四天復活節假 以往也會跟小朋友去沙灘玩一下 Eater Egg Hunt 不過現在封了一攤,沒得玩了 沒得去沙灘玩 所以有些市民都轉陣 去了草地野餐 不過好像全赤隧道 對他開大草地,最近很受歡迎 帶來看看照片 一袋袋垃圾堆在草地上 對,好像垃圾山一樣 記得自己垃圾自己帶走 不然就多個景點給人打卡 今晚節目時間夠,再見 再見 明天開始 明天開始